谁 你是谁 上次马鸡 为什么没有抓住你 是你 要不是我删除了 在咖啡馆的监控记录 段飞早就抓住你的把柄了 这次来我本来是想跟你合作的 看来你的技术也不顾如此 合作就没这个不一样了 等一下 我愿意配合你工作 你愿意 我虽然没有您这么厉害 但好歹我也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我相信 有我的帮助 一定能够让您如虎天意 顺利完成任务的 但是你要保证 以后我要再犯这一场 第一级的错误 好的 我一定需要教训 你mother north of the ver 妈妈 牛长 沛飞哥 你就不能消停会儿吗 不行 你们领导都说了 你今天必须得赔我 如果不赔我的话 就算是你的失职 我真是服了你了 说吧 到底想干吗 我想想 要不 你教我打架吧 不行 好 很帅吧 别分开 右抬高一点 腰挺直 可以了 你扶我起来吗 光飞哥 你扶我起来吗 拉我起来吗 光飞哥 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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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打架吗 谁不会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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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先处理下自己的死事 不要跟着我 Angels 不要跟着我 彤彤 还忙着吧 我这两天身体不太好 你有时间啊 就回来看看 喂 你怎么接个电话也这么费劲 这两天我爸身体有点不舒服 你要有空的话 赶快过来看看吧 好 段威哥哥 你去哪儿 快点 快点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邓飞 想知道是谁杀了你父亲吗 你是谁 我就是那天破解了马戏病毒的人 我知道你父亲断了我们的一些事情 我相信你一定感兴趣 是什么 别着急 很简单 只要你照我说的做 我就会告诉你 事情的真相 好 你想怎么样 你现在就去连云路 知道了 你现在又去连云路 现在左拐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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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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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爸 爸 爸 你醒醒 醒来吧 喂 柳峰 喂 怎么了 我爸端然在杨大串晕倒了 你这就回车了吗 还没有 我马上回来 爸 爸 你 你怎么了 爸 爸 我已经到零零路了 等下来呢 段飞 没想到你这么好骗 有没有想过 一起同性地跟谁在一起 这就是你空间 就是我们建树 邻里面的空间 这个是你空间 小卫 那就是我了 我建树 我们建树 您建树 有空间 我服务会有事 我们就做一下 医生 我爸怎么样了 放心吧 太大问题 脑袋有点震荡 你是怎么看见他 当时他在院子里 应该是在浇花吧 地上都是水 病人已上了年纪 平时一定要多注意 谢谢 刘宫 今天 谢谢你 跟我说什么谢谢 何况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你今天能来 我就已经很欣慰了 如果我爸出了什么事 我也不想活了 石头 别难过了 医生也说了 伯父不会有危险的 但是你千万不能累款了 我带你吃点东西吧 走 冯飞哥 冯飞哥 你别瞧了 冯飞哥 冯飞哥 你真别瞧 一会儿领导找我忙了你吧 冯飞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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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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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带你去找你的 段飞哥哥 真的 但是 但是不准在公司无理取闹了 你要真喜欢你段飞哥哥 冯飞哥 冯飞哥都为他着想 在公司这么无理取闹 会让他很难做的 好吧 行 走 走 走 你看 就在这儿 你的段飞哥哥 就在海边的这条街道上 就在这儿 姐 你也太厉害了吧 说实话 你是不是想查谁都能查到 不是 我在车上装了定位器 定位器 你哪儿来的定位器 你是怎么装上的 说的你也不懂 无所谓了 我要去找我的段飞哥哥了 拜拜 拜拜 我回来了 怎么样 送你出去学习还是有必要的吧 还真是 我出国任的期间啊 观察过很多企业 我发现云诗彤在红顶实行的改革 是切实可行的 我听说我们在搞电商系统 可是一直都没有什么起色呀 我们干嘛不直接和红顶合作呢 红顶 合作 你还是太年轻了 好多事情你还不太了解 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不行呢 只要能让天朗集团好 我们可以试一试 哥哥了 以后不要再出这种事了 累了吧 回去休息吧 哥 哥 我真觉得你和那个柳枫绑在一起 不是什么东西 出去 左车 照顾 腓心 师傅 唯 你在哪儿 我在哪儿跟你有关系吗 你现在马上告诉你在哪儿 天云路 cost�porte 你知道吗 我做了什么 голос法 头很大的 来 来 来 哥哥哥 你怎么在这儿 这儿就是天赐良缘 我没空过你开玩笑 我是打车来的 你得送我回家 没时间 我要去天银路 我不管 我去哪儿都跟着你 别担心了 运输很快会好呢 世彤 你没事吧 你们俩怎么在一起啊 世彤的父亲刚才急诊住院了 他让我来帮忙 什么 这么大事你怎么没告诉我 道飞哥 你刚才干嘛跑得那么快啊 世彤姐 你也在啊 你那么忙 我哪用得起你 刘峰 送我回家吧 好的 世彤 你听我解释 不好意思 请让一下 世彤 段飞哥 你不是来请我吃饭的呀 你不是说好要吃饭的吗 我把你送回家 你别再给我惹麻烦 吃饭怎么就变成添麻烦了 不吃就不吃呗 得吧 什么好管哪里 没吃饭 образом 你要吃这个机壶 用胸洗干净 切成块 弄非都能把菜做的那些 我定能做好 这煎框锁切得有点太大了 快去 不切成块也没说切成多大的框 乖 我们怎么那么倒霉呢 大为心病 公司有一堆事 你怎么可以欺负我 这就要好 有点燃热 让我煮好 给我们吃了 一层吃 鱼干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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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到了 回家吧 抱抱带走 抱什么抱 抱抱吗 我还有点事情 我先走了 好吧 那你注意安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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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回来了 又回来这么晚 不听话 人家本来情绪挺高的 你跟你说话 不又不开心吗 这孩子怎么说话 妈 来 妈 你来来来来 我跟你说 我今天特别开心 别转了别转了 我头晕 我高兴了 又有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刚才段飞哥哥就这样 今天呢还得让我的脑袋 大名笑的 你赶紧上楼洗洗睡去 那我上楼啦 去吧 那边的疑似 她把煮变懂 大湯 老人家 老人家 的奇董 小朋友 小朋友 保识 就好 美许 小朋友 我想找点 我 以上 就來 好 我沒有東西 我沒有東西 就來 我沒有東西 都拿著 走 走 走 → 接著 韩总 我让你准备的事情 成交了 都已经上校打理好了 当然还有一些不算太听话的 我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 现在红顶大部分重要的中层干部 都已经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我相信很快就会离开红顶 我都要看看 这么一大批中层干部 忽然离职 我都要看看 那云诗童还有什么办法可想 我相信云诗童这一次 不会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一口开完会啊 我要去天亮集团 你去给我回车吧 是 这就去 这个柳峰我已经调查过了 她早年和云总在童云所学校读书 两个人天天在一起 她平时行事很低调 毕竟也很干净 没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很干净啊 至少我调查出资料里 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让我查她 该不会是因为她跟云总 怎么可能 我只是觉得 她一直出现在尸童身边 肯定是有什么目的的 笑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 没什么 没什么 对了 我还发现一个事 你看 河南银行的账户 最近先后打入了 五十万和八十万的汇款 资金是谁汇辱的 能查到吗 我只查到了一笔 确定是公司内部某个人给荷兰的 看来 荷兰确实是背叛了尸童 荷兰是尸童的好朋友 我怎么跟尸童解释呢 是啊 老大 你为她做了这么多 可她却什么都不知道 值得吗 这是我的肉 没什么值不值得的 这些事 她都不用知道 由我来解决就好了 在演示手机客户端产品之前 我要先公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决定 我决定 撤销断飞的监察组组长身份 以后监察组的事宜 由我亲自负责 为什么 总裁的决定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这件事我必须要一个理由 我为这个监察组付出了这么多心血 你凭什么随随便便就撤掉我 在这个问题上 我赞同云总的意见 韩副总 这件事跟你有关系吗 林总 我需要一个解释 好 你要解释是吗 自己看吧 作为一个监察组的负责人 私生活竟然如此的不检点 这让我很怀疑你的信用和作风问题 你这样的人 我没法相信 你还能继续胜任这一车 这个我可以跟你解释 解释 我要是你的话 草就自己滚出去了 免得在这儿丢人现眼 好 我走了 好 第一件事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会议吧 今天的会议先到这儿吧 散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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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这些人突然到辞职 辞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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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副长 你就消消气吧 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段飞 你快点去看看吧 很多中层闹着辞职呢 跟我没关系啊 我不去 怎么叫跟你没关系啊 万一遇到员工暴乱怎么办 这难道不是你安保部门的职责所在吗 段飞 云诗童现在一个女孩子在哪儿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嘛 我说完了 你爱去不去你 云总 人格有志 你们有权利干涉我们的去留 好 赶快给我们办手势 你要是不同意 咱们法龄上见 你根本没有能力把握红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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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你们都考虑清楚了 那就都走吧 我就走吧 我同意你们辞职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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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靳雪 我想去医院看看我爸 公司的事都交给你处理了 韩总 您这招可真够阴的 直接把云诗彤逼上绝路了 魏总 你过奖了 过两天股东大会 才是我计划的终极一步 万一 我说万一 您在股东大会上 没把他推倒 反而让他的电商计划实行了 可怎么办 没有万一 之前我们已经提前知会了各大股东 他们会跟我们在一个战线上 高 我自愧不如 还得是咱们两个联手 才能赢天下 那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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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冬 你眼睛红红的哭过了 没有爸 你这个傻丫子 好 我给你熬个鸡汤您喝点吧 我姑娘会熬鸡汤了 是断飞掉的吧 别提他 怎么了 ,你们又吵架了 没有爸 别多想 你又瞒着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爸 你就别追问了 有些事情我也不想说 从一开始你就不应该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错误只会越来越错 不是吗 童董 我觉得你们是非常合适的 你一定要相信爸爸 爸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 因为你们大人的一个约定一个玩笑 我们两个就要互相伤害得过一辈子嘛 你们两个不是互相伤害 你们是 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告诉爸 我把他监察组组长身份撤了 什么 爸 你根本就不了解段飞 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把这样的人继续留在监察组才是真的养虎为患 爸你知道吗 他在外面居然 居然还包养女人 这是谁跟你说的 你们是不是误会了 我没有误会 也没有人告诉我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童童 爸 你好好养病吧 我先走 你 我不会死 你还是不是了 我有请 你这个想往 weddings 就是打的 数验 可是你又见得一鸓鸓膜 刚才突然看拔鸓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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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鸓鸾鸓鸓鸓鸡鸓鸓鸓鸾鸣鸡鸥�ț鸡鸾鸚鸡鸡鸾 柳峰 你怎么来了 我觉得 还是应该过来看看 最近看你状态不太好 有点担心 明明说她还好吧 她刚才已经睡下了 那 我陪你坐坐 再想聊聊荷兰吧 怎么了 你不觉得荷兰最近很奇怪啊 有什么奇怪的啊 你觉得她会伤害师童吗 她应该不会伤害师童 可是想要利用她来伤害师童的人 应该不在少数吧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啊 清雪 云师童根本就不信任我 我即使担心 那又能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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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have any effector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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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